生活資訊要帶您來看到 這一名四十五歲的孫小姐 在六月份升格成為雙寶媽 但其實懷孕過程是非常驚險的 因為她破水持續一個禮拜 還好是趕快安胎 讓寶寶有時間發育成熟 二十七週才剖腹 而相對來說呢 慎選安胎藥就成了一大桿間 鼓勵一下鼓勵一下勇敢的媽媽 忍不住眼眶泛累 六月才升格為雙寶媽 孫小姐說 這對龍鳳胎得來不易 孕期破水持續一週 緊急住院安胎 回想當時還心有餘悸 幸好及早安胎順利把孕期 延後到二十七週 進行剖腹生產 讓雙寶有充分的時間發育成長 像孫小姐這樣高齡 多胞胎的高風險孕婦 如果出現早產的徵兆 務必要在黃金四十八小時內安胎 才能提升寶寶存活率 降低嚴重併發症或早產後遺症 年紀越高的他的各種 認成的病發症 像高血壓糖尿病 他的比例就來得多 真的這個安胎藥 因為他只作用在子宮上 所以相對來講 不會影響到我們 比如說你的心臟 肺 前四十八小時 是我們要爭取打胎兒 肺部成熟的黃金時間 那有打過胎兒肺部成熟劑之後 就是所謂的類固醇 打完之後 那他孩子在育後是相差很多的 安胎除了謹慎選擇用藥 其實晚婚晚生 不少人求助人工生殖技術 就算政府有補助 代價還是不小 試管嬰兒一次就要十萬到十五萬 平均求子至少八十萬起跳 安胎自費的話 一天八千到一萬 高層次超音波一次四千元 花費近百萬 甚至超過都有可能 如果有生育計畫 越早進入療程 相對可以減少一些經濟負擔 接著臨時大王室本台報導